这是世界上最虚假的纪录片 却也最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神秘的国度 俄罗斯导演维塔利曼斯基来到朝鲜 要拍一部关于朝鲜少年团的纪录片 朝方因此制定了周详的剧本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壤精英家庭 让这家的小女儿心美担任主角 故事就发生在纪念金一代诞辰的光明星节 剧情很简单 就是讲一个小女孩如何成为朝鲜少年团光荣的一员 然后正式获得了在金氏国度生存的必要条件 一个政治身份 其中每个场景每句台词都由朝方人员实施审查 容不得一丝对他们神圣祖国的歪曲 影片导演显然更有心计 他虽然依照规定拍摄了所有的剧情 但却没有按照朝方希望的方向去剪辑 于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片段 都是朝方人员在如何指导拍摄这部纪录片 而不是纪录片本身 片中不断出现的Action 就是对此最大的讽刺 由于一直有朝方人员跟随 纪录片设置组根本无法拍到真实的朝鲜人民生活的场景 他们每天能拍到的 就是这种在Action之后以无比整齐的步调前行的队伍 片中 朝方人员如果没有发令 群众们都不得随意走动 上班如此 上学也是如此 灰蓝色的天空下 人们似乎都被拴在了一根线上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 不出意料的是 故事的舞台发生在平壤最好的小学 片中收录了一些明显是摆拍的镜头 比如女主角和她的同学在上课前擦拭客桌的一段 两个女孩一边歌唱赞美祖国的歌曲 一边打扫教室 紧乎对称的鲜艳画面中 两个孩子从衣着打扮再到神情动作 都做到了惊人的同步 但不得不说 他们的歌声非常美妙 他们本身没什么演技 因此常常被官方人员喊咖 一个镜头翻来覆去地拍 神情和微笑有时也会变得不那么自然 但越是如此 就越显得他们天真单纯 于是这些镜头也就显得更加残忍 第一段的重要情节终于开场 上课 不难看出这是按照朝方安排的摆拍桥段 课文讲的是 金一代如何用大石头赶走了那些在河边游玩的日本侵略者和地主 请注意大石头这个关键道具 女老师尽职地重复着大石头 强盗坏蛋和敬爱的领袖等字眼 而孩子们也十分认真地重复到 日本人都是坏蛋 都是强盗 敬爱的领袖搬起大石头 砸向敌人 但是到底是谁在记录金一代小时候的事呢 而且即便是金一代亲自口述的 这件事就是真的吗 举起大石头砸死敌人这样的事 那个年纪他能做得到吗 再者即便这段历史是真的 但为什么要教孩子如此暴力的课文呢 当女老师说让石头像冰雹一样落下时 这就更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了 之后 女老师就开始不断地一直反复着这些关键词 像是在加深这些孩子们的仇恨记忆 女老师不断提问 女学生不断回答 她们好像在滚轮里奔跑的仓术 不失警觉地妄想化外 在和平年代仍然持之以恒地散布着 对某一民族的仇恨 这其中的缘由究竟为何 没人会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必须要敬爱某些事和某些人 欣美的父母有着十分魔幻的职业 欣美和导演说 妈妈在食堂工作 爸爸是报社的记者 可是到了镜头里 妈妈却变成了斗奶厂的模范员工 爸爸也成为了植物厂的模范工程师 他们各自的同事都纷纷祝贺欣美加入了少年团 仿佛这是当天最重要的工作 欣美一家人吃饭时 还必须承担着宣传朝鲜泡菜的工作 镜头里的领导 也就是那几个无处不在的巢方人员 他们在这个家里 显得像是一个个外星球的访客 所有的拍摄都按照剧本的安排有序进行 欣美一家 充其量就是被临时倾听的演员 甚至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三口 房间空荡荡的 毫无生活气息 然而桌子上却摆满了饭菜 但欣美一家人 却只能等待命令 才可以开始吃饭 荒谬的泡菜理论 令人啼笑皆非 父亲说完后 欣美接着说道 爸爸我还知道别的 泡菜还有助于防癌 这时一个领导出面说 这一块你们全家都得大笑 于是一家三口便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然而领导男似乎并不满意 要求重新拍摄 于是一家人调整了姿势 再次从头来过 从你得多吃泡菜这句台词 重新开始表演 这些被私下拍摄的 不被允许的NG花絮和正片一期 组成一个一真一假的现实 欣美的父母 在片中一直是沉默挂颜 一本严肃的 他们彼此间完全不会去交流 也不会和欣美有太多的沟通 片中 当欣美独自走向领袖的雕像献花时 父母都身着盛装地 看着女儿渐行渐远 时间来到了开幕式这一天 少年方队气势磅礴地拉开了虚目 从胸前密密麻麻的勋章 到头上同一角度的帽子 他们已经充满了胜利的气息 观众的掌声节奏整齐地令人惊叹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里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毕竟这是最为庄严的时刻 任何的演出意外都绝不可以出现 接着是少年团圆的加冕仪式 欣美也是其中的一员 戴上红顶巾本该是简直的自豪的事情 但欣美却显得无精打采 这是领导们给她的角色设定吗 还是因为欣美根本就不想参与这部影片呢 又或是连续几天的表演 让她感到了筋疲力尽呢 具体的原因我们无从得知 而后在那井然有序地 搭乘着电梯下降的人群中 那个如同太阳般的开幕式 终究还是缓缓落幕了 即使是在公共场所 也没人愿意主动发出哪怕是异点的声响 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课堂上被紧盯着不放的学生们 没人愿意当那个不合群的人 那么当他们踏上公车地铁的那一刻 他们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个人崇拜就像是天上的太阳 会让所有人在那束耀眼的光线下变得极度暗淡 而当无数的暗淡累积起来 当大脑习惯了这样客气的思维模式之后 许多观念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逐步变为人格中的一部分 在领导的安排下 新美的父亲变身为纺织厂的工程师 和两位之前从未共事过的同事畅聊甚欢 因为不熟悉纺织厂的工作 所以他就在开拍前赶紧询问女同事相关的工作细节 接着 新美的父亲就能使用一大段专业词汇 显示着她对提升生产质量的胸有成竹 然而 即便是这样也还是不够 负责这段情节的领导还是要求重来一遍 在工厂里 领班大姐无比激动地宣布 今天的车间产量已经超过了预期的150% 并在随后向表现最为突出的员工颁发了鲜花 然而 这位获奖者忽然忘了词 竟轻声地蹦出一句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呢 在一番向集体表示感谢 并特意向伟工程师新美的父亲恭敬的致谢之后 以为已经拍摄完成的领导步入话中 开始着手安排后续的行动 周围的员工们也终于能把保持微笑的表情卸在下来了 然而 这短暂的休息时间恐怕也不会停留太久 就这样 领班大街口中的产量从原有的150%又攀升到了200% 于是他宣布时的语气也就变得愈加激动 精神状态也更为亢奋 相信这一次领导必定会感到满意 当这一环节告一段落之后 领导便立即迫使导演赶赴新美的学校 他们要尽最大的可能将他们老兵精彩的演讲记录下来 然而 导演的镜头却在故意捣乱 反而捕捉到了那些由于排练过度而疲惫不堪 正在频繁打瞌睡的小同志们的细微画面 慈祥的老兵亲切地分享着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 例如 美国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朝鲜人民则是坚人不屈的 以及伟大领袖金日成 涉落离架飞机的故事等等 讲到最后 整个教室响起了整齐画一的掌声 紧接着 所有人便开始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 等待了许久 依旧没有人急于提醒 不知所措的老兵只好开口问说 接下来该说什么词呢 同一时间 新美的母亲也变成了斗奶厂的工友 奶厂的员工们列队站在了机器前 对她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打量 所有人对接下来要做的事都感到非常困惑 包括原有的工人和新美的母亲 然而领导却能充满热情地向他们讲解剧情 并要求大家带着热情和喜悦来演 一遍又一遍 时间久了 真正的工人已面露疲惫 然而 这只能是在镜头的特写之下 才得以体现的细微变化 夜幕降临 新美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的角色 观众本以为孩子终于可以看看卡通片 轻松快乐一下 然而 当打开电视的瞬间 我们才惊喜 原来 这里也不存在精神娱乐 每个家庭所能收看到的 无一不是领导人的辛勤工作 与慰慰群众的场面 可等待新美的 还远不止这些无形的舒服 为了塑造新美更为完美的形象 领导们特意为她设计了跳舞的情节 因此 她不得不踏入陌生的舞蹈训练室 尽管在这之前 她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 然而此刻 她却被严格要求 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一旦新美流露出疲惫 或想要放弃的念头 舞蹈老师便会同领导一道 持续地给新美灌输信念 你只是没有习惯 如果现在你就放弃了 那么之后还要学到更难的 到时你怎么办呢 如果连现在的困难都承受不了 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呢 从小到大 这种严肃的教育 无数次在新美的脑海中萦绕 但她能做的唯有顺从 与新美一起学习舞蹈的同桌 被领导安排了一场 摔倒受伤 随后立即送往医院治疗的情节 同桌女孩接受了全班的慰问 戏外的老师不断地提醒女孩 告诉她 拍摄的时候不要紧张 而在戏内 老师却笑眯眯地跟她说 祝小同志早日康复 在这段镜头中 领导们力求向世人展现 他们所拥有的 几乎是他们最好的医疗设施 然而 也许是这段剧情的情感设计并不到位 所以一旁的领导决定 要增加一些后续的情节 而更为重要的 并不是伤者是否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是他是否能够坚韧不拔地继续舞蹈 因为人民的意志不可战胜 所以 新美的同桌也必须要坚持排练 终于 演出的日子到来了 经过几十天苦心 故意练习的小主持人 开始以其最完美的姿态 进行暴墓 他站在绚丽的红幕布前 显得格外渺小 但他用红亮的声音 旁易协出的主持风格 讲述着鸡蛋是如何创建了少年宫 孩子们又是如何每天排练歌舞 期盼着领袖的到来 这极为乖章的主持风格 让人很难想象 这竟然是出自一个年仅十岁的孩童之口 之后的桥段 就是那些你能想象到的歌舞 晚会 照相 花展 等等光明幸福灿烂的活动 与此同时 参与这场活动的还有在少年团举行礼上演讲的心美 他用着和那些大人一样精心修饰过的宁重口吻 朗诵道 拥有境外领袖金正恩的我们 不羡慕世界上的任何人 我们仰头尊敬 全心奉行境外领袖金正恩的教导 这些极致的个人主义 其实已经与朝鲜所谓的集体大于个人的理念背道而驰 可他们从来都不以为意 甚至连民众的入水姿势 他们都要有所规定 无数个方方正正的窗户里 被禁锢束缚住的 绝对不仅仅是心美一家 而是千千万万个普罗大众 本来 纪录片应该在朝鲜人民 向领导雕像的鞠躬中结束的 可导演却偷偷为主角心美 拍下了最后一段没有事先编排的画面 这也是摄制组唯一一次和心美的单独对话 有个女生用朝鲜语问 心美你在加入少年团以后 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呢 心美机械式地回答道 加入少年团意味着我们长大了 要对自己负责 还想到可以为伟大的领袖 说到这里 心美突然掉下了难以形容的眼泪 和激动感动的泪水不一样的是 这个小女孩第一次真实地流露出了她的恐惧 那是对未来的恐惧 加入少年团 是她人生中早就被安排好的事情 似乎她的童年都是为此存在的 但这之后呢 她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选 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她只是跑在滚轮里的小仓鼠 只知道向前跑 却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候 摄制组的女生安慰她说 那就想点好的事情吧 可心美想了许久 说出了让人心酸无比的四个字 想不出来 女生又说 那想想你遇到过的高兴好玩的事呢 心美思索了一下 试探地问道是朗诵诗歌吗 接着 她便擦干了眼泪 重新打开了机械模式 开始背起了入团誓言 太阳之下 悠长的日子没有影子 她们也许深知 作为构建国家神话的一颗尘埃 她们的一生 接触在高层机构 或明或暗的巨大压力之下 冷漠而疲惫的她们 内心早已被掏干 只遇下了迷茫与虚空 这部《太阳之下》 于2015年问世 与以往的朝鲜主题作品截然不同 此片采取了平等的视角 去深入探讨了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广大群众 在受到所处的高层环境制约时 起真实的心灵状态 虽然故事的主角欣美 已经做到了极其冷静克制的表现 然而 在纪录片上映后 朝鲜政府发现 最终版本和她们审查过的那一版并不一致 于是 她们便向导演发出邀请 声称长大后的心美很想念她 期待与她重逢交谈 然而 导演并不傻 她明白 如果这次赴约了 可能意味着她将在那个神秘的国度失联 对于朝鲜人民而言 太阳无处不在 存在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光耀着他们每天的生活 但阴影却飘忽在他们的身后 唯有转身方能瞥见 他们的精神世界除了金家 几乎就不存在其他的任何内容 所有的信仰都与上层建筑密不可分 他们自诩是看见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始终生活在太阳之下 但这个太阳是否就是真正的太阳呢 那些映射出来的所谓光芒 真的是在温暖大地吗 生活在这里他们骄傲且幸福 然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们生来就被教育 人的意识都是统一的颜色 美好和幸福都是伟大领袖的恩赐 个人是虚无的 集体才是坚实强大的 因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 他们不会感受到自身的不幸 他们只会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水深火热 因为他们的生活 已经被领导者强制赋予了幸福的定义 阳光之下又怎会出现不幸呢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曾改变 明里暗里都一直适用着逝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而想在这个弱如强食 强者横强的丛林里存活下去 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或许这个朝鲜纪录片能给你一些启发 优优独播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